这简直比吃了屎还难受 陨石坑出现了千万吨的黄金 却只能看不能去挖 首先都不说开弯难度大不大 只要谁对智力打了主意的话 就会受到全世界的指责 这是怎么一回事呢 欢迎点击屏幕上的有用按钮支持一下 谢谢 黄金一般都是财富的代表 相对货币而言 大多数人更喜欢黄金 因为长期存下去 反而价格还会持续往上涨 要是能有几斤黄金 那真的是做梦都要被笑醒了 它是一种稀有的贵金属 每一个国家都想要得到它 如果一个国家的黄金储备量非常的多 自然它在国际的话语权也就更多了 别人还要看它的脸色形式 通过这些年的数据统计 美国的黄金储量直接达到了八千多吨 而我国在这个方面就远远不如它们 仅仅才只有两千多吨左右 正是因为黄金这么值钱 这些年还出现了一个新的工作 那就是淘金者 只有听问哪里有金子 大部分人就会趋之若鹜 而正是因为这种想发财的金 让黄金的开采量巨大的南非 一度成为了许多淘金者眼中的天堂 那么南非为什么能够有这么多的黄金呢 时间还得追溯到21年前说起 在南非中部自由州省的福里德堡城 出现了一个非常大的陨石坑 它的直径时间达到了250公里 刚开始人都不敢去这 因为以为这是一个火山口 但是随着它长时间未发生过任何的情况 科学家们对于这里进行了一个研究 才发现这是一个陨石坑 随着时代的变化 这个陨石坑中居然还生活了人 并且数量还不少达到了50多万 跟着下面这个重磅消息来说 这压根算不了什么 南非这一陨石坑发现了千吨的黄金 却没人敢骂 这到底是什么原因呢 这地下居然月寒了一千多吨的黄金和钻石 这让不少人听了眼睛都发光了 那么为什么南非不对这里进行开采呢 事情自然没有这么简单 这个陨石坑历史非常的优秀 它是地球上已深年代第二个古老撞击坑 排名第一的在俄罗斯卡雷利亚共和国 经过当地科学家不断的研究 这个陨石坑很有可能是一颗直径为10公里的行星 以每小时25万公里的速度 然后撞击到地球的表面 撞击的过程中所跃含的能量是非常大的 就算去拿信赛的原子弹的威力和它来说 也要强上那么数十倍 有了这么多的矿产资源 这所城市也今非其比了 本来这里的地址是非常的复杂的 完全不适合任何的植物生存 就没有许多人在这里居住 所以只能靠开挖矿产资源来生活 当这里挖到了黄金和钻石的时候 这里的生活全然改变 越来越多的淘金者不远万里的来到这里 也让这所城市立马变得热闹了起来 住在这里的人一下子翻了好几倍 一个个的都想去发财 后来直接在陨石坑建造了一些小镇 然后这些人每天的工作就是淘金 虽然说不知道能不能够发现 但是只要运气好发现一块钻石 又或者说发现了一块黄金 那真的是三年不开张 开张是三年 一辈子直接吃喝不熟 南非与陨石坑发现了千吨的黄金 却没人敢挖 这到底是什么原因呢 陨石坑周边的矿产资源被探明了 这底下至少藏着一千吨的黄金和钻石 听到这个消息之后 不仅淘心者非常的震惊 其他的国家同样也是这样 就拿老美来说吧 在刚开始建国的时候 他们就疯狂的扩充黄金储备 到现在仍然只有八千多吨 但是任何一个国家能把这里占为己有 那真的是发大财了 那既然是这样的话 南非这个国家为什么不挖呢 南非的开采量 在很长一段时间都是全球第一的 但是他们也非常的可悲 因为储存量非常少 可以说全世界前十都没有他们的名字 他们大部分开发出来的黄金都流向了国外 既没有足够的能力保护它 干脆就直接把它埋在地底下 并且黄金和钻石的开挖 也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 不然价格又怎么会这么贵呢 他们都是藏在很深的泥土和杂质当中 想把金色给掏出来 就必须得把这一些泥土杂质给搬走 南非也开放了一些矿区 让大家自行的去开采 但是能够真正逃到的 那是少之又少 可以说一百个里面才有一两个 南非为了将这个地方更好地保护起来 还在这里面进行了深移 在2005年的时候 也被世界遗产委员会批准 这样一来 任何一个国家想要大规模的开发 就会遭到全球人民的指责 所以即便西方国家红了眼睛 面对这样的情况 也只能望而止步 谁又敢和全世界来作对呢 那么朋友们 这么多的黄金 你们感到心动吗